韩国男团GOX7 与一手培育的经纪公司JYP娱乐分道扬镳后 团圆Jackson最近也在节目上谈到了个人规划 并透露他今年打算在韩国工作 目前正在准备专辑中 其中也包含英文与中文的专辑 甚至还透露有和许多海内外人士的合作 今年抢发40首歌 因此每个月都会有惊喜 此话一出也让主持人相当惊讶 并问他说 你不是在JYP的时候就已经solo了吗 对此Jackson回复表示 我23岁的时候就solo发片 但除了韩国之外 我可以去各地工作 这就是合约规定的 但现在合约结束 我试着想要回韩国发展 他也提到 虽然与JYP节约 但我们还是GOX7 以后还是可能会一起发片 但这一整年 大家将专注于各自的规划 另外Jackson也称 现在签约的韩国经纪公司 真的很不赖 他也宣传表示 这是一个很友善的家族 一起工作会很好 假如你们的合约快到期 建议你们可以来 网友们听到Jackson的发言后 也纷纷笑说 果然是Jackson真的太帅了 也期待Jackson在未来会带给我们 什么不一样的惊喜